可乐呢 其实啊 我还真刷了过那种 冰箱冻可乐 爆炸的小视频 所以啊 在家可乐只冷藏 不冷冻 那是常识的 但是究竟这个冷冻可乐 为啥会产生这么大的威力啊 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从来没探究过呀 可乐呀 里面一盒很爽 然后打嗝 是吧 对都有气 对 有气 什么气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气 是吧 二氧化碳气的话 在这个可乐结冰之后 会从冰内吸除的 为啥呢 因为二氧化碳想要固化 需要零下70多度的温度 我们冰箱到不了 明出来这个东西是啥 干冰 听到吧 干冰 干冰就是固态的二氧化碳 想形成干冰的话 需要零下70多度 咱们家里面冰箱根本达不到 对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冻成冰之后的话 二氧化碳就直接吸除了 尤其是这个一拉罐 咱们冻成冰之后的话 这个体积会比越来越来越体变大 它在吸除 大量二氧化碳怎么样 直接一沾罐 啪 这罐就炸开了 但是有一次的话 我马不小心把这个可乐 放在这个冰箱里面了 冻上 没炸 为啥呢 塑料瓶 其实拿出来的话 看这个塑料瓶已经很脏很脏了 已经开始膨胀了 很危险了 这个塑料瓶的话 确实有可能不炸 但是我看经常有那种 就是咱们小时候推那种车 卖的那种玻璃瓶的可乐 它那种瓶 好像没听说有发生爆炸的情况 那种玻璃瓶的话 在我记忆中其实是有的 但是那种的话 它用冰水混合物泡着那个可乐 它不是把那个整个瓶的 冻成那种就是固态的 是吧 真说玻璃瓶被冻成那个样的话 估计也得炸 它也炸